大家好,今天再给大家分享 美国人最常吃的早餐 法式吐司面包 下面大家看看我们都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一道早餐 首先,这个是主要的材料啦 有机百分之百出凉面包 大家看看下面有机商标 还有那个GMO就是说不是转基因产品 然后看看我们用四片 五片一片给笑笑 鸡蛋你可以放喜欢放好个都可以 这个是柚桂粉 柚桂粉中国是用来做中药的 美国是作为食品 他们饼干超市有很多 这是有机牛奶 这是吃炒的有机牛奶 看看有机商标啊 放到里面去等会再搅拌 这里有牛奶鸡蛋又桂粉 这是有机素糖 我们家不缺的先生非常喜欢 推荐大家有吃过没有 有机黄油 买一盒里面有四条 一条吃很久哦 因为我做菜都是用植物油 嗯这一条啊 这是特别的锅铲啊 这个是煎锅啊 平底煎锅 不粘锅的锅铲配套的 一定要买家里面很方便 很实用 这个我们用了将近十年了 还那么好 啊 它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材料做的 我顺便煮绿豆粥啊 加点大米都是有机的 有机绿豆它就容易煮烂 它因为它没有化肥嘛 有小粒 这就是我们用的食材 大家好好记住啦 大家如果有时间 有条件 也可以学着做啊 嗯换种口味 这是西方人喜欢吃的早餐 嗯 我加这个肉桂粉 然后就搅拌了 你喜欢 放多放少都OK 这个肉桂粉 在美国超市里面 那个甜品里面 很多饼干蛋糕啊 很多派都放肉桂粉 肉桂粉的那个价值很高哦 大家不妨上网去看一看啊 在这里也不要说了 下面加热 太火了 黄油就放上面它热了 它自己溶解了 用黄油煎呢 它就口感不一样 它特别香黄油 嗯 就把面包片就 啊 泡到这个调好这些 这个这个鸡蛋酱里面啊 然后翻 给它包一层以后就可以煎了 不要泡太久 泡太久它就吸水了 就软了对吧 等它硬一点就可以翻了 翻那么两次就OK了 因为面包是熟的 就是外面那一层啊 就是鸡蛋 需要煎一点点就OK了 一到周可以准备装到旁边去了 还可以再煎一点 这片是下下的 然后我趁到锅头还有点油 我就切两个蘑菇啊 我很喜欢吃蘑菇 每天我都要基本上想吃点蘑菇 植物蛋白啊 口感又好 先生不太那么喜欢蘑菇 但是我也要让他吃 这里是我们的啦 做好了 加速糖就OK啦 应该拿去给先生啦 他等不及啦 已经肚子饿了 好的 准备绿豆汤装完 第一道基本先喝水 等会再加水煮烂一点 OK喽 好了 看看先生切他的面包 西方人用刀叉 非常地专业 这是我的加糖 我不加那么多了 稍微一点就OK了 这个素糖的口味特别不一样啊 清淡 不是那么浓甜 但是清香 好的 今天我们的法式吐司面包早餐做好啦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可以收藏起来 你也学着做啊 国内应该都可以买到这些材料吧 感谢收看